杀 杀 我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 以后不要再打扰本战尊 我叶峰 被人称为恶魔一般的元龙战尊 已经厌倦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 如今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吃不吃串啊 有没有吃串呢 刘总 吃串吗 我给你打折 我们结婚吧 刘总 你开什么玩笑 我给你五十万 不是 这才没见过几次面 就结婚是不是太仓促了 一百万 三个月后就离婚 成交 哪里领证 明天我来接你 我这就结婚了 你是不是好奇 我为什么和你结婚 因为我长得帅 跟我走 你就知道答案了 刘总 既然现在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那他外面是叫你老婆 还是叫你老婆大人呢 叫我名字 柔烟 嫁给我吧 啊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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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火 你玩火没关系 可别烧到我老婆 哎 哎 你把你的狗爪 给我从 卢烟身上拿出来 你叫什么叫 现在这位 是我可爱的老婆大人 什么 没错 他现在确实是我老公 汝烟 你为什么找这么个土鳖当老公 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我老婆 老婆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敢抢老子的女人 老子他妈废了你 谁让你刚才吻我的 不是你叫我帮你破他的求婚吗 你看我刚才演的多棒 简直能拿奥斯卡拉影帝 下不为例 你放心 下次再吻你 一定事先和你打好招呼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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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柳汝烟 打过忠度有赏 许致 老婆 没事了 再看把你眼中做挖出来 老婆 刚才躺在我的身上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老婆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我也不知道 叶峰 你收拾一下东西 搬去我那里住吧 为什么 我住我自己家里挺好的 让你搬你就搬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 我这次回国 几乎无人知道 那又是谁 叫如烟找到我 我就不信 他是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 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还有 那些想杀如烟的 到底是什么人 从今天起 你就是元龙战尊 全天下的帮派任你指挥 元龙战尊之令 不从这 隔少无论 师父 我现在只想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元龙战尊 已经过去了 李小义凤 你们是 我叫野狗 说人之托 断你一条腿 断我一条腿 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小子 口气挺狂啊 行了 我一会儿 让你滚下来求 上 哥 谁叫你来的 你是真找死 战尊柔命 小的不知战尊光临焉城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战尊柔命 说 谁指使你来的 是李子豪 他说 献你一条腿 给我们一百万 以后 柳如烟 你们谁也别想碰他 还有 我的身份 要是敢透露半个字 是 请战尊饶命 谢谢战尊 谢谢战尊 是 是 是 我 他 你还真是一魂不散呢 追我都追到焉城来了 战尊 我可没有跟踪你 我现在是焉城分部的统帅 您来焉城 也不知会我 战尊是觉得我没用 是吗 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拿向你火狐狸 在焉城 哪个箭头你不得下跪 我虎狐狸能有今天 全靠战尊的成全 焉城谁人不知 元龙战尊 是我虎狐狸的靠山 才给我几分薄命 行了行了 我再说一次 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以后 你少来打扰我 还有我的身份 一定要保密 是 战尊 对了 你去查一查 到底是谁想追杀柳小姐 我先回家了 没事 别打扮我 恭奉战尊 如燕 你想气死我呀 说 你跟子豪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爸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是不会嫁给李子豪的 柳如燕 你别不知好歹 整个焉城 想嫁给我的姑娘 还有的是 就是 能嫁给李少爷 那可是你的福费 要嫁你家 反了你 老婆 你没事吧 这位就是 卢燕的老公 你们的好女婿 啊 柳如燕 到底怎么回事 没错 他就是我的老公 我们已经领证了 好啊 刘老爷 那我就恭喜你 喜得贵婿 你们真是 刷新了我的认知 以后 你我两家公司的生意 你念他 这肯定都是误会 卢燕怎么可能会嫁给这种乞丐 是吧 都是误会 就是 那个李公子 我们今天就让卢燕嫁给你 要不 要不今晚 就让他先过去陪陪你 你 好啊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那就让卢燕 多陪我几个晚上 要是把我凑好了 说不定你我两家的生意 还有得了 对了 让你们家的女婿跪在我的床前 我要让她看看我和卢燕 天秘密 狂妄的人 就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去你妈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这个废物 你最好马上给我道歉 否则 你会很坦 让我给你道歉 你配吗 李子昂 你怎么可以动手 卢燕 这个都是他自找的 破坏了我的求婚 还给我抢女人 我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 就是 这种废物 给李少爷提携都不配 叶峰 你先回房休息 李子昂 老子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喂 火库林 五分钟之内 我还看到李子昂在破产 是 我原龙战尊 不是你们随便可以羞辱的 刘老爷 我打了你的女婿 你不会不高兴吧 哎呀 我李子昂 在整个阎城 敢得罪我的 不会有 是是是 那李公子 那个阎城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人家 我们呀 能够高攀上您家 那可是上辈子 修赖的福分呢 那 那子昂这样的好女婿啊 那真是搭着灯笼的照不着啊 哎呀 但是就是有那么个别人啊 非要跟我李子昂作对 啊 哎 看见了没有 我爸来电话 一会儿啊 看看我爸怎么收拾你 哎 爸 那我家的事你就不用生气了 我自然会收拾房子 不是个屁 你这个臭小子在外面得罪哪个大任务 啊 我 要得罪谁了 现在我们家所有的客户都听了意义 以后那边催吻管站 客户说了 就以为你这个臭小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现在没人跟我们合作 我们家破产了 啊 破产了 啊 什么破产了 那我们还拍什么马屁 李少爷 我们如烟是不会嫁给你的 赶紧滚吧 好啊 啊 刚才你们巴结我的时候 这跟狗一样 没想到 你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不是看在你们家有几个臭钱的份上 我会搭理你 还真以为你长得有多帅 方爷 总客 李少爷 请吧 我呸 什么玩意 这李家呀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样的大人物啊 这么大的家族 这说破产就破产 管他呢 我们还是赶紧给如烟 再物色一个公子哥 爸 你就这么关着他 你爸爸公司就要破产了 赶紧得找一个公子哥拯救一下 难道 他还真想让我们留一家破产 你要是不嫁呢 也行 玉山公司的李老板 欠了我们一笔款 你去要回来吧 要不要 谁怕谁啊 好啊 如烟出马 一个顶脸 老爷 我们走吧 喂 李老板 我是爷爷集团的柳如烟 有一笔货款的事情 我想找您谈一下 商务酒店102房间是吗 好的 我马上到 叶峰 你不去看看小姐啊 她去要债 我跟她去干嘛 听说那个老板 是个出了名的色鬼 他约小姐在宾馆包间 一定没有好心 夫人 以后有叶峰保护小姐 再也没有人敢害她了 李老板 这是柜公司 三个月前 在我们公司订的 一批夏季服装 这钱已经脱了三个月了 叫柜公司 人要再脱下去了 刘总 实不相瞒 你们公司这批服装的质量 弄我们离想的 差得太远了 所以嘛 这钱不能全都给你 能不能少点 我们公司的质量 在全员城都是有目共睹的 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发货钱 你们也已经验收过了 这钱一分都不能上 刘总 据我所知 你们公司呢 现在是内忧外患 说不定 马上就要破产了 你现在是能捞一分 是一分 别到时候破产了 你一分都捞不到 李总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瞧您说的 我怎么舍得威胁你呢 这样 刘总 你呢 跟我喝一杯 咱们继续聊 李老板 我们还是赶紧办正事吧 我很忙的 是啊 该办正事了 这几个 这就没问题 是你酒量太差了 你给我下药 刘总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说我约你在宾馆见面 你难道就没想到今天这一幕吗 别装了 你们还是来了吗 等我尝闻你的味道 这钱嘛 我自然会转给你 你baby 小宝贝 小宝贝 烟成第一美女 今天 我就尝尝你的味道 哈哈哈哈 果然 适合有你 真香 他妈的 你谁呀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是他老公 我听说柳小姐找了一个废物老公 原来就是你呀 你孩子正好 我今天呀 当着你的面 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让你老婆舒服的 来人 把他给我绑了 狐脸 不错嘛 李老板 谈谈认得住我 战尊 这个人要怎么处理 战尊大人 原来您就是江湖霸主 元龙战尊 战尊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 柳小姐是您老婆 要不然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冒犯她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立马把欠如烟的钱还了 我马上转 我马上转 战尊大人 我转过去了 我护理 战尊 把这个人给我阉割掉 然后逐出烟城 永远过得他入烟城半步 战尊 求您高代贵手啊 战尊饶你 已经是格外开恩 跟我走 呃 呃 呃 封姨 我怎么回来的 是叶峰报的警警察给你送回来的 叶峰 他人呢 老婆是不是 又想我了 就你怎么听 刘如烟给我滚出来 刘如烟呐呐 刘如烟给我滚出来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谁让你们进来的 大把说了 你的房子也是我们家的财产 所以就给了我一把钥匙 这里不怀疑你们 请你们出去 哼这位大姐 云浩好歹也是你的弟弟 这么敢出去 不太合适吧 刘如烟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爸爸让你把公司总裁的位置让给我 我呢 今天就是来做个交接的 你做总裁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公司 就凭公司现在都快被你弄倒闭了 就凭 你找了个废物老公 我是不是废物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比这位就是我那位卖烧烤的姐夫 怎么样啊姐夫 最近生意还好吗 需不需要我带几个兄弟去光顾光顾 哎哟 他这种人做出来的烧烤 别敢吃 不怕拉肚子 像他这种人啊 给你提鞋都不配 你们要是来收入我老公的 就请你们出去 行了 如烟 总结往后 公司就是我的了 你呢 没事 就跟这个废物去度度蜜月 让他多考几个串 给自己补补身子 哈哈哈 我们走 凭什么 我辛辛苦苦经营公司 输给他就给他 老婆你别伤心了 我相信事情肯定还会有转机的 对 你说的对 真的还有转机 这是我最近设计的作品 叫天籁 如果能在阴沉大赛中获奖 对公司来说 一定是一个转机 到时候爸爸一定会把总裁位置 还给我的 天 这女人的设计图 简直就是垃圾 对 这是给人穿的吗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老婆 你先看着 我去上个厕所 火狐狸 立刻通知皮特博士 让他去找如烟 他的设计图 估计也只有博士能拯救 是 是 扇子 喂 总裁 皮特博士来公司了 说是要见你 什么 他现在在公司等你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好 老婆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大明经理的福州设计师 皮特博士说要见我 我得赶紧去公司 正好让他帮我看看我的设计图 太好了 不是 我的设计作品您觉得怎么样 嗯 创意不错 但是整个作品 只考虑到了时尚元素 却忽视了人的舒适感 你把修口 胸围 还有领口 按照我的标准 进行修改 那 作品就更完美了 谢谢博士 我现在就改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博士 我之前 拜访您多次 您都不见我 今天 为什么来我公司 你 遇到贵人了 贵人 哈哈哈哈 好好珍惜吧 哈哈哈哈 哟柳荣燕 你也来参加设计大赛呀 你早就被你爸开除了 还来第二天干什么 哎等等 别走呀 这就是你设计的东西 我看看 还给我 叫你设计的这种垃圾 就别给柳家丢人了 你干嘛 哎 柳荣燕 你还以为你是柳家大小姐呢 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看在你是我弟媳妇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计较 但是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你有本事去爸爸那高窗 我可以 哼 骞子 你为什么不自己上 如果我突然出现 柳荣燕一定会怀疑 我是怎么知道 他今天会参加设计大赛的 到时候解释起来不好解释 是 那个小紫玉的 给我查查什么人 跟吉普博老婆 你知道吗 是 站住 你放开 你干嘛你 回想 叶峰 你也配让我跪下 那我配配让你跪下 狐狐狸 大姐 我可没得罪你 你是没得罪我 但是你得罪我老大了 叶峰 他是你老大 哼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卖烧烤的废物 你才是废物 本来本战尊不想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 但是你欺负了卢燕 本战尊就不能做事不管 郭姑娘 通知下去 孙家 以后再燕城除名 但凡有一家公司想和孙家合作 就让那家公司也消失 是 站住 叶峰 叶峰 对不起 我错了 你 你就看在 我是你弟弟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欺负如烟了 你以为你现在的家境 柳家还会承认你和刘云浩的婚约吗 记住 你今天没有见过我 也不知道我是谁 不然的话 你家就不是出名那么简单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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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交给你了 放心 交给我了 柳妍小姐 怎么了 博士 我的设计图坏掉了 这次设计大赛 恐怕参加不了了 好 哈哈 哎呀 没关系 站起来一样有 希望还来得及 接下来请评委评选出本次大赛的第一名 等一下 还有一个人 哇 这也太完美了 就是我见过最后的设计了 无论是从面料 还是时尚舒适性方面 都是无可挑剔 这不或是 不是让子余阻止她参加大赛的吗 我也不知道 我子余这臭牙都跑哪儿去了 现在我宣布 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 柳卢妍小姐 恭喜恭喜 谢谢 刘小姐 你们这批衣服什么时候生产 我下一千万订单 我也下一千万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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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个柳如烟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如果各位有想要下订单的 尽管找我下 什么 不是你们公司的人 那肯定不能给你下单 不是这个意思 嗯 现在呢 柳如烟她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总裁了 但是她之前设计的作品 是由我们公司的帮助下设计出来的 所以这个设计作品 应该归我们公司所有 余浩 宋阿姨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柳如烟 难道这个设计不是我们原野设计部设计的吗 是 那不就得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所以不能带走我们公司的东西 既然 柳小姐不是原野公司的人 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下单给原野公司了 我怕主设计师不在 生产出来的东西变了质 对对我听博士的 我们也听博士的 我们也听博士的 陆夫人 柳少爷 这次订单可不少 如果柳小姐不回公司的话 那 我也不下这个单 妈 现在该怎么办 赚钱要紧 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把总裁位置让给你解 可 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 很重要 以后再想办法夺回来 好吧 我宣布啊 各位 我代表我们家老爷 现在已经同意了 由柳如烟小姐继续做公司的总裁 来 那么后面的订单呢 你们就和柳如烟小姐 相谈 那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走 柳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 对啊柳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 现在 好 走 啊 叶峰吗 他怎么在这 哎 老婆 你回来了 你今天一天都在家吗 嗯 对啊 不信的话 你问方姨 是啊 今天姑爷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个遍 都没让我动 看来设计大赛是我看花了也 啊 方姨 我上楼休息会儿 放好了叫我 好嘞小姐 方姨 谢谢你 姑爷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姐好 有你在小姐身边啊 我放心 如烟 是 啊 啊 啊 回来你干嘛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方姨叫我喊你吃饭 出去 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 你别生气了 啊 这混蛋要干嘛 啊 果然是这样 老婆我还有事出去一趟不用跟我吃饭了 哼 啊 啊 终于你说出动了 小子今天换了我们的好事你想怎么死 一分钟之后 你们要是还站着 就想输 咬死给我打 啊啊 啊 哼 就你们几个 还不够我肺牙缝 真是精彩啊 想不到我这废物姐夫还是挺厉害的 哦 一直想杀如燕的 居然是你 我 我怎么可能会伤害我的姐姐 我今天布下这个局 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个卖烧烤的 之前我就怀疑你的身份 肯定不一般 难道 这小子知道什么了 怎么样 我猜对了吧 你果然是我姐姐请的私人保镖 不然 功夫怎么这么厉害啊 果然是个没脑子的草包 害得我白竞争啊 说吧 我姐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工资 我出双倍 开的倒是不多 一百万 你给得起吗 一百万 我姐是疯了吗 刘老板 是不是我去你那工作 你就给我两百万 两百万 我看你长得像二百万 切 我们走 不适于好想杀如烟 那倒是 你跑哪去了 饭都不吃了 老婆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有张两百块的现金 那在原来的出途房没拿 吓死我了 就赶紧过去拿了 你看我车油钱都不值二百了 你是不是傻 那油钱也不是我出嘛 嘿如烟 谁要你来的 你看你这个孩子 阿姨不是想你了吗 所以来看看你 说吧 什么事 还是如烟最了解我 是这样的 你不是接了个大的订单吗 阿姨怕你坐不过来 所以想 让你弟弟帮你做一些 不用 如烟哪 由我帮忙 坐得过来 我们柳家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叶峰说我的老公 也是柳家的一份子 他当然能插嘴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叶峰 他也没有什么文化 也不懂得做生意 还是让你弟弟帮帮你 谁说的 我可以帮我老婆 洗衣服做饭 揉肩膀垂腿 这样他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有如烟 那你的意思 就是不让了呗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你那个云浩 整天出了被泡妞 还会干什么 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他 不得被那个小子狗藏了 那也比你这个废物强 整天就知道守在老婆的身边 什么都不管 哼 吃软饭的东西 还好意思说别人 阿姨 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我让方一豪给你做几个菜 你要是来羞辱我老公的话 请你出去 烦了烦了 六树烟 我告诉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着 这笔订单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哼 这里 是五百万 柳如烟和叶峰 就交给你了 哼 保在我身上 保证完成任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烟 怪就怪你 处处跟我作对 那就跟你妈妈一样吧 哼 让他等一会儿 是 这叶峰怎么回事 不给我打电话就来找我 你好啊刘小姐 我是叶峰的朋友 叶峰的朋友 你找我做什么 得罪了 嗯嗯 嗯 中南南围楼 限里半个小时内 都让你的萝卜小命不保 警告你 最好不要乱来 否则我 乖 你们是谁 有人花钱买你和你老公的命 所以 你猜猜我是谁 要是要管你们随便 赶紧动手 别磨磨唧唧的 不着急 等你老公来了 一起解决 也不迟 我老公是不会来的 你们就别想了 刘小姐 你对你老公 你太没自信了吧 刘小姐死了有点可惜了 要不先让兄弟们享受享受 好主意 你们别乱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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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 叫的越到我越兴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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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啊 谁 赶紧放了如烟 你要是再敢乱碰他一下 我让你全强没命 哈哈哈哈好啊 我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全强没命的 上 你放了 你放了 小子有两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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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谁找你来的 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个女人 给了我们五百万 让我解决掉六卢爷 还有 还有你 滚 啊 啊 啊 哈 哈 方爷 我和叶峰差点就回不来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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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现在没事了啊 如烟 怎么样 没事吧 我现在没事了 到底是谁跟我们柳家过不去 叔 是不是你在外面接下的什么仇家 我打一封 他一个柳家的坠续有什么不能打的 谁想杀如烟 谁心里有数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和老爷可害如烟不成 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你 我以为我说过是你吗 你心虚什么 老爷 我在柳家还有没有什么地位了 行了 赛库给我滚出去 回家 老爷 你等等我 老婆你别伤心了 我一定会把握好你的 叶峰 你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是干嘛的 我不就是个卖烧烤的吗 不可能 以你的身手来看 你肯定有秘密 别 别 我问你 你老实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因为 不行 我答应过那个人 不能告诉叶峰 我不想说 你看 我们都是有秘密的人 何必要捅破呢 总是我答应你 在我结束和你约定的三个月之前 我一定帮你 造出一切障碍 你来的 莉丰 你明天来我公司上班吧 还可以安心保护我 老婆这是要 让我当赌经理吗 你想的美 那是什么 保安 啊 我 我堂堂哈活毕业高材生 就让我当保安 哎 新来的 别臭美了 去 给我买完烟去 你是在叫我吗 你以为呢 这儿还有别人吗 哦 一共二十块 你是给我现金 还是转账 啊 你还敢管我要钱 对啊 你懂不懂规矩 你瞅什么瞅 在这里上班 就得懂这里的规矩 好 那从今以后 就你的规矩 我说了算 你 你还敢打我 你小子活的 我 以后 叫你叶哥 听到没有 叶哥 我错了 我错了 叶哥 那个 我是你小丽 那个 以后我都是你的 以后 您就叫我小王吧 哎 东东 你总裁好 叶哥 你看 总裁 抽不消呢 你说他是不是 喜欢我呀 你说 我要是和总裁 要是结婚了 我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 哈哈 放心吧 总裁已经结婚了 啊 那他嫁给哪家的公子啊 我咋不知道啊 嫁给了一个卖烧烤的 啊 真是鲜花叉在了牛粪上 太可惜了 小王 嫁给你就不是鲜花叉在牛粪上吗 那不一样啊 至少 我帅呀 行吧 叶峰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好 马上过来 为什么叫的是他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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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是不是又想我了 嗯 叶峰 我一会要去谈下合作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这第一天上班 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 这不太好吧 嘿嘿 老婆 什么时候出发 我换她衣服就去 嗯 哇 老婆 这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 如果我们能拿到福布尔公司 今年的分销权 那对公司以后的发展 会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福布尔公司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是我回的公司吗 老婆 如果我能帮你拿到 福布尔公司的分销权 你想怎么奖励老公啊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如果我要是成功了 你亲我一口怎么样 反正这次希望也不大 答应他也没关系 好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不是刘总吗 没想到啊 真的来了 难不成你还以为你们公司 真的有机会 黄老板 已经还没有结果呢 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 就没机会呢 悄悄地告诉你 福布尔的张总 已经承诺过 今年的分销权 由我们公司做了 谁想的话 我劝你 承招滚蛋吧 不可能 黄老板说的没错 我已经把福布尔的分销权 交给黄老板 刘总 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跟您合作了 张总 我们之前电话里不是说过吗 谁有优势就给谁 您怎么能私自就签给别的公司呢 怎么 我把分销权交给谁 还用得着你在这指使画脚吗 请你出去 别影响 我跟黄老板的合作啊 刘 为什么要叫我来竞标呢 我愿意 你能怎么着 刘如燕 你是听不到人话吗 这张总竟然不愿意跟你合作 你还对着死皮赖脸的 你有意思吗 还不赶快滚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我们走 刘总 合作不是还没谈成吗 怎么就走了 刘如燕 你们公司连个像样的助理 都找不到了吗 这种废物都带出来 你还真不嫌丢人现眼 你骂谁 骂的就是你 你们一个一个的 也不撒胖叫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还妄想拿到分销权 你瞪什么的 你瞪什么的 要不是你打我 你打我 你这个废物东西 你还真能打我 哟 你还是第一个 让我打你的 我要是不打你 岂不是很不给你面子 我给你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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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啊 刘如燕 你太过分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公司 断绝和你的一切合作 哟 你说断绝就断绝 这福布尔公司是你开的吗 我要是霍狐狸 第一个把你开了 小子 你敢这样叫我们老板的名字 在烟场 还没有敢这么称呼他的 就是 你也配 你看他的样子 哼 喂 霍狐狸 是我 山泽 有何吩咐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姓张的 叫张某 山泽 他应该不是我们公司的高层 这样 您在哪里 我先带过去看看 我现在就在你们的接待室 这个姓张的惹了我 我不希望他继续留在你们公司 还有 你们公司要把福布尔公司的分销权 全部交给原野集团的柳如燕 好的正经 哈哈哈哈 说的跟真事似的 这个傻子演的跟真的一样 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哈哈哈哈 柳如燕 你看看这个废物 演的还真好 狐狸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给您介绍 这是黄老板 别让我再看到你 你给我有多元 滚多元 还有你 也给我滚 张总 我们协议还没签呢 你这个白眼狼 好像昨晚白配你了 柳总 这是我们公司的分销权合同 遇任55分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签字吧 那太好了 不行 我要二八分 你们二如燕吧 风 55分已经很多了 别担心 火狐狸 可不可以啊 就都听叶先生的 老婆 快签字 哦 哎 叶峰 你什么时候认识火狐狸大人的 在阴城 能跟他攀上关系的人 可没几个 他之前一直来我们摊会上吃串 遮一回生二回熟嘛 他说了 以后 有我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他都会帮我 太厉害了 居然能让火狐狸帮忙 老婆 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 叶峰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老婆 你这口红什么牌子的 有点甜 哈哈 你混蛋 爸 你们怎么来了 柳如烟 我问你 为什么偷一号的资料 都是啊 你为什么偷我资料 什么 我没有啊 刚才我跟你爸爸 在你办公室 找到这份资料 恰巧一号早上 刚刚丢了这份资料 那你说说看 想怎么处置如烟 就按照公司规定 当然是要开除了呀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不就是想让 如烟离开公司吗 何必用这些 下三烂的手段 谁用下三烂的手段 这偷了就是偷了 爸 我真的没有 老爷 你这次可得好好 管管你的好女儿 人赃俱祸还不承认 行了 你们不就是想让 如烟离开公司吗 那如烟就离开好了 叶峰 叶峰了 柳如烟 你还是赶紧滚出公司吧 爸 你也这么想 如烟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先回家吧 老婆 我们走 他们会后悔的 到时候 求着你回公司 叶峰 谁给你的权利 让你帮我做决定 你放心好了 他们会求你回来的 叶峰 你太自以为是了 他们巴不得我离开公司 怎么可能求着我回去 你就安心等着吧 郭爷舍得没错 小姐 这段时间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有云昊那个废物 成不了大器 现在也只能这样 云昊啊 我说你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你爸爸看到又该说你了 哎呀妈 公司的订单和客户啊 都在那个女人的手里 你让我干嘛呀 不是我说你 你要是能赶上 那个女人一半 那公司总裁的位置 也不至于交到她手里 妈 她做的菜好 这些最后不都归我吗 你就放心吧 云昊 前几天你姐姐 贪奋笑伤的事 你聊的怎么样了 好 很好 好什么好 我是问你 跟他们的负责人 对接的怎么样了 这姐走的时候 也没把客户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咋对接 你这个废物 就是他们公司经理李楠的电话 马上再见 知道了 老爷 等着我 刘总呢 我就是刘总 我是原野集团的柳玉昊 我是说柳如燕 刘总 那是我姐 她呀 最近不舒服 所以一直都是我来对接 喂 李经理 这个分销权 只能柳如燕来对接 如果原野集团 还任何人来对接 你尽管我为难她就是 是 哦 原来是小罗总 初次见面 多多指教 刘总 对于分销店铺的选址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 这个 当然是选择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了 不错 不错 那你选好了没有 还没 刘总 据我所知 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 年租金高达五百多万 才五百多万 小钱 都是小钱 刘总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钱 能不能租到这个地方 呃 这个 呃 你连市场都不考察 就跑过来跟我对接 回去告诉刘青叔 我们的合作 就此终止 要想重新合作 叫刘卢燕来 呃 李总 李总 哎呀 废物 哎 真是废物 老爷 你有话好好说吗 干嘛这么生气 你 哎 马上去你姐姐家 把你姐姐给我叫回来 快去 哎 林浩 你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 说吧 今天找我又有什么事 哎 是这样的如燕 经过几天的考虑 你弟弟觉得 总裁的位置 还是由你来坐 才比较好 是这样 这几天如燕在家里 靠我养着他 他觉得挺好的 所以他觉得 事业上的事情 还是要交给男人 做比较好 对吧 嗯 那个 姐姐 我觉得呢 还是你做比较好 如燕累着呢 叶峰 你那么少说两句 怎么了 我在我自己家里 我还不能说话了 八辈子没 柳家怎么摊上你 这个废 你们要是对我老公 态度不好的话 我可不想回去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燕 叶峰 你看如燕 最听你的话 你帮阿姨劝着他 爱情是好吃的 对嘛 这才说的是人话 想让我的宝贝老婆 回去也可以 柳云浩 跪下来 喊三句我是废物 柳云就回去 妈的 叶峰 你别太过分啊 在这个家里 你算什么东西 你喊吧 我还怕 我可让如燕 上楼休息了 赶紧给我跪去 妈 你站在哪一面啊 我等你回你就跪去 我是废物 你是没吃饭吗 听不见 我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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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老婆 既然他都这样了 求你 你就勉为其难 回去好了 好 我知道了 那好 那一言为定啊 等等 上次说 卢烟拓了云浩的资料 是卢烟拓的吗 没有 没有 上次是云浩 放错了位置 最好是这样 我再提醒你一句 以后 休想动 卢烟一根毫毛 要不然 要你好看 走了 看来我恰的没错 刺杀如烟的 应该就是宋慧啊 叶峰 真有你的 刚才宋阿姨 记得脸都绿了 还要装出一副 很高兴的样子 对付这种人呢 就得用这招 叶峰 我去上班了 老婆 既然又可以 重新上班了 不如 给我换个这位吧 做你的贴身保镖 也行啊 想的没你 叶哥 这两天去哪儿了 我都没看见你上班 对了 还有那天 总裁找你干啥去了 总裁找我呀 不告诉你 那指令是总裁知道你力气大 找你去搬东西去了吧 哎呦 这不是我那个卖烤串的姐夫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还挺嘚瑟 怎么 现在不卖烧烤 改行能保安了 别说 这身衣服啊 哎 这身衣服啊 穿在你身上还挺合适 这什么人哪 就应该穿什么衣服 哈哈哈哈 柳公子 这么快就忘了 我刚才是怎么帮助你的 要不是有我在 你姐姐能回公司吗 你他妈不说我还给忘了 你竟然敢让我下跪 我让你好看 我跟你讲 这也都是你自找的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往死里打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让你打呀 嗯 快点 你 你 这么大 明白吗 不是 任公子 我求求你了 我少有八十老母 少有三十的孩子 我还有两个老婆耀眼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哈哈 不是 我跟你讲话 咋这么费劲呢 你堂堂一个保安队长 还管不了在你的手下吗 能不能管 行 收拾东西 滚滚 不许走 叶峰 这里是柳家 这个公司他姓柳 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 好呀 那你连同我一起开除 到时候你姐姐问起来 你自己去跟她解释 少拿那个女人下火 王队长 我们先挪去 省得被狗咬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耶哥 你少爷 为什么要管你叫姐夫呀 我要是说 总裁是我老婆 你信吗 不是 这这这 你等等啊 让我缓缓 缓缓 这脑容量有点大 白安 跟我走 好 来了 那个是谁啊 我们总经理 总裁的同学 哦 进来吧 这个沙发 还有这个茶几 还有这些东西 都要搬到新办公室去 好 清飞 我来看你来了 谁让你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带我公司来吗 是我自己来的 我打电话你又不接 我发消息你又不回 那我只能来公司找你了 做个女朋友好不好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 死心的 骗谁呢 你还能找到比我更优秀的男朋友吗 这位 就是我的男朋友 金飞 你就是要骗我 你也不能找个这么样的男朋友来骗我 一个保安 给我提鞋都不配 叶峰怎么这么好的命呢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行 你可真够可以的 老子告诉你们 我看上你 那是抬举你了 老子确的不是女人 既然不确女人 就别来烦我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可是有老婆的 对 对不起啊 算了 看你长得那么漂亮的份儿了 我就原谅你了 老婆 我来借你下班了 等一会吧 我还有点事情 刘总不好了 储经理被金飞的信贷公司给带走了 什么 他们凭什么带走我的人 之前公司的资金就转不过来的时候 储经理向他们借了二百万 现在利息都涨到两千万了 储经理不给 他们就 强行给他带走了 混蛋 老婆 等等我 你们干什么的 这位大哥 我们是金飞的朋友 来找彪哥的 来 抽烟 小子 你他妈的玩我 表哥的朋友 怎么会出这种垃圾的烟 捡起来 你他妈有病吗 这可是吃狼萌的地方 你居然敢在这撒烟 这位大哥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就走 我叫你给我捡起来 你他妈有病吧 不给你这颜色看看 真以为我没脾气 来人就让人闹事 一风 快走吧 就算你功夫再好 你一个人 我看了这么多人 别他妈在这闹事 我来找金飞 让他捉我滚出来 飞客 你知道飞客是谁吗 知道呀 不就是条狗吗 他妈疯了 说 金飞在哪儿 干事龙右轨 第一个房间 那个 楚小姐 对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连本单例 两千万 到一分 都不行 你别太卑鄙了吧 居然在合同上下手脚 无奸不伤吗 难道楚小姐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呸 要钱 我们公司没有 要命 我出行费的命 你随便拿去好了 呦呦 我怎么舍得楚小姐去死呢 要不这样 今天你陪我好好玩玩 把我自够舒服了 那两千万 我不要了 咋开 臭娘们 今天 行你得行 不行 也得行 哈哈 小娘们 好久好久了 今天 然后就让你好好玩了你 你放开 再把你卖到泰国去 哈哈 清飞 没事了没事了 不愿 那清飞先回去 叶峰 你小心点 你是谁 你怎么进来的 你是不是很好奇 你那些个手下都去哪了 李安的告诉你 都被我给打趴下了 你要干嘛 我要你废除元夜集团的利息 本金我们会一分不少还给你 怎么样 够意思吧 看来你是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 赤狼魔能拓住我吗 那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赤狼魔 在燕城是什么地位 当然知道 前几年我就杀过你 应该是你的爸爸 是你 大哥 饶命啊 大哥 你钱我不要了 你钱不要了 北京我也不要了 这些合同 我现在就撕了它 我不要了 不要了 这钱我不要了 大哥饶命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 那就永远必死了吧 没事 没事的 叶峰 怎么样了 这款合同已经撕掉了 朱经理 你现在怎么样了 叶峰 谢谢你啊 我好多了 对了 如言 你 怎么会和一个保安一起救救我 什么保安 我是她老公 啊 说的没错 她确实是我老公 完了完了 这钱我还见了她老公 好尴尬 清妃 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如言 你 怎么会找一个保安的老公啊 说来话长 以后慢慢跟你讲 下班了 我们回家吧 看见那个娘们没有 回去告诉你们两个 只要给她绑过来 如今 一千万 没有问题 小姐 你吃点水果 谢谢方姨 我不吃了 我回屋休息一下 方姨 她不吃 我吃 哎 顾言 你今天是不是和人打架了 你怎么知道 你啊 身上有骨子杀气 那个人 一定输得很惨吧 我跟你一样 就是个普通人 你是不是很好奇 如言为什么找你结婚 难道 是你 魔龙站 遵你认识吧 师父 你怎么认识我师父 哎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小姐一个人太不容易了 没有人保护她 她早就没命了 我需要一个高手 陪在她身边 而你 就是最好的人选 原来是这样啊 方姨 你为什么 对如言这么好 小姐 虽然不是我生的 但是 她是我一手带大的 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所以 我一直把小姐 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啊 如言 啊 如言 不好 叫你被人掳走了 想救如言 就准备好一千万 来米毒仓库 只能一个人员 否则 后苦自负 姑爷 你赶紧找人救小姐 好 放心 我一定救出柳如言 李子豪 李子豪 你想干什么 快放了我 哈哈哈哈 柳如言 你还想我放了你 你让我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当面出丑 你不打算补偿补偿我 放开我 放了你 你就别做梦了 今天我不仅要杀了叶峰 还要得到你 你快放我 不然叶峰不会饶了你的 哈哈哈哈 你还指望着那个废物来救你呢 他最好能来 如果来的话 我一定要让他 要来无回 嘿嘿嘿嘿 啊 啊 啊 住手 啊 啊 李子豪 你 要是敢动这个女人 我要你好看 你放心 没收到赎金之前 我不会碰他 混蛋 我不会碰他 碰着刘家没有 碰着了 他们说一会速输进来 大哥 刘家派人来了 如荫 我把钱带来了 把人放了 大哥 是以前我没错 老人 我把钱带来了 慢着 我跟这个人有过节 我要解决解决 叶峰 现在柳如烟在我手里 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李子豪 没想到居然是你 你当初当面抢我女人 让我颜面扫地 现在自己给我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想头 我就放了柳如烟 嗯不贵是吧 贵不贵 你别动 我跪下就是了 叶峰 你别以为这样我会感动 你不习惯 你给我闭嘴 你 你放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不快滚 柳如烟 叶峰 你杀人了 放心吧 我只是把他中倒了 我们走 云昊 嗯 你听说了没有 柳如烟被绑架了 听说差点没死 妈 你可真厉害 这次不是我做的 别瞎说 我还以为是你做的 也不是我呀 嗯 我还以为是你呢 看来 有人比我们更想让柳如烟死 管他呢 只要是柳如烟的敌人 那就是我的朋友 对了 你叔叔柳灰腾从国外回来了 到时候 让他帮你夺回总裁的位置 太好了吗 我终于可以夺回总裁的位置了 什么柳如烟叶峰 都让他们滚蛋 柳如烟 你没事吧 听说你被绑架了 可吓死我了 我没事 幸亏有叶峰在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了 今天 我先约我们去谈一下市场合作的事情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还能行吗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我就与他改天 我已经没事了 走吧 好不容易约到他的 不去 又不知道他该怎么为难我了 嗯 我也去 那个 就是我和清飞的大学同学 吴倩 风姿集团的财务总监 既然他是你们的老同学 那今天 肯定能成功 嗨 你是不知道 那个吴倩 从大学的时候 就特别好强 就是总是被如烟比下去 所以啊 他就特别嫉妒如烟 那都这样了 你们还找到谈合作啊 吴倩面前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试试吧 嗯 走 如烟 清飞 好久不见 大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了 这位是 你好 我是如烟的老公 我叫叶峰 哼 如烟 这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结婚了 我还以为 你会嫁给阴城的大家族 如今看你老公 也不怎么样嘛 我们今天不聊私事 谈谈生意吧 生意的事不着急 来 陪我玩一句 赢了 就继续谈合作 又输给你了 输印不重要 我们就是娃娃 既然不重要 那你为什么不输给我 你早说 我肯定会输给你的 我跟你开玩笑的 既然你赢了 那我就同意给你公司 两百万的份额 怎么样 够意思吧 什么 才两百万 吴倩 要是婷姐问了这两百万 我们会来找你吗 你想怎么样 我们想要五千万的份额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 如今 不是我不帮你 你们公司 之前都快倒闭了 现在 虽然有点好转 但保不齐 乃婷又不行了 我呀 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才帮你的 慢慢没想过回本 这两百万 就当可怜可怜你了 你在电话里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只要有好的项目 我们就可以好好合作 你现在连我们参考书都没看 就能捕绝我们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公司了吧 楚清飞 柳如燕到底给你多少钱 你这样为她工作 我给你加双倍 来我这上班 跟着她 一个公司都快倒闭的人 早晚会喝西北风 不稀罕 柳如燕 就两百万 你爱要不要 吴倩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服气 你今天叫我来 就是羞辱我的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想看你被羞辱的样子 当我知道 你家要破产的时候 哼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终于可以看你落魄的样子了 这样吧 你跪下来求我 我就给你五千万的份额 清飞 叶峰 我们走 老婆 来都来了 干嘛走得那么轻易 你叫吴倩是吧 你算什么东西 你现在立刻跪下 给我老婆道歉 还有 五千万的份额 一分不少的签给我老婆 哼 你想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过就是一个冲卖烧烤的 哼 柳如燕 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嫁给这样一个垃圾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啊 我就是嫁给卖烧烤的 总比你叫个老男人做小子强吧 你 怎么 还想动手 你是风资集团财务总监是吧 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让你立马滚蛋 哎呦 我好怕呀 有本事 你让公司开除我呀 喂五老 我是一风 站在你没死啊 你现在在哪里 我就在燕城 你们公司 是不是有效无欠的 给你十分钟 处理一下他的职务变更 不用开除 让他在你们公司扫厕所好了 哈哈哈哈 柳如烟 你老公 他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吧 哈哈哈哈 喂 亲爱的 你到底等最谁了 现在都是要说 让你去找公司厕所 如果你不愿意 就让你在燕城 永远找不到工作 什么 亲爱的 你要帮帮我 我不能白跟你啊 这种婊子有那么少烦我 我差点以为你拥救了工作 完了 如烟 清妃 我们走 喂 宋夫人 怎么样 事情是不是办妥当了 柳如烟已经拿到了 五千万的份额 什么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不是说好了 只给两百万吗 我也不想 但是他那个老公 居然认识我们董事长 反正这个消息 我已经透露给你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柳如烟 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叶峰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竟然还认识 风自集团董事长 哎呀 没有 我之前卖烤串 他经常来我堂位吃串 这一回生 二回熟嘛 嘿嘿 老实说 你之前是不是在 风自集团做过保安 对 我之前呀 给他们董事长 做过贴身保镖 我就说嘛 哎 如烟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开心啊 秦妃 叶峰 你们说 我是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你怎么会这么说啊 从小我爸就不喜欢我 宋阿姨和云昊也不喜欢我 今天我见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缩影 好像所有人 都罢不得我从全世界消失 恨不得我死 你说到 我 还有叶峰 都不希望你死 对呀 那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所以别人才会嫉妒你 你爸爸 并不讨厌你 但是在宋贵面前 他也为难 好久没看到我爸爸了 我去看看我爸爸 那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就在公司等我吧 我去去就回 你这一走就是大半年 知不知道人家过得有多辛苦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得跟柳如燕怎么样了 别听那个柳如燕了 云昊都要快被他们欺负死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废物老公 他们俩联合起来欺负云昊 敢欺负我儿子 你们吃不了冬着走 当年 要不是为了帮你 得到柳青说的财产 我才不会嫁给他们 你这个没良心 连句谢谢都不会说 等我 把柳如燕赶出公司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慕斯良 我是没想到 这柳如燕命可真大 我几次派杀手 都没把他给干掉 看来啊 还要另想办法 你把这个 每天给刘昕出的药放一点 我保证他 我冲不起 爸 你怎么病了 没事 就是有点小感冒 哟 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 如燕 怎么有时间来看你爸呀 我是来给爸汇报公司情况的 我们公司拿下风资集团五千万的份额 公司业绩是越来越好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们卢燕比云浩有能力 让你们再得色一段时间 你们聊吧 我先回房了 陆燕 爸爸 在琉璃市那边 留了一份遗嘱 爸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按照遗嘱办 爸 你不会有事的 老东西 居然背着我 把遗嘱都立好了 喂 柳如燕呢 柳如燕他出去了 你是谁啊 说 他就是我姐的老公 就是他 天天挡我 云浩啊 你瞧你这点出息 你让一个乞丐媳妇 朝台隐身透着穷酸劲 啊 你说你堂堂的柳家大少爷 却总被我这个乞丐欺负 真丢人 你说说的没错 你呀 太没出息了 混蛋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柳家的地盘 岂能容你口出狂言 本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可不知道我们柳家的厉害 来人呐 倒 别我扔住他 小子 你有今天哪 老子今天要是不打死你 我就不姓刘 过瘾了没 这怎么能过瘾呢 我才打了一巴掌 我今天要打十巴掌 不 一百八掌才过瘾 若你看他又打我 你们上去做他 你们上啊 上我开除你们 柳总对不起 你还是开除我们吧 你说我现在 是先教训你这个大的 还是先教训这个小的 你你你别过来啊 哎呦 哎呀 放开我 等等等等等 柳了我 半条胳膊 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等等等等等 住手 路燕救我呀 姐 你可算来了 姐不用欺负我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你们不主动招惹叶峰 还是不会轻易出手 柳如燕 你到底信什么呀 怎么还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我姓柳 但是跟你们的也不一样 柳如燕你记着 公司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吗 不是柳如燕一个人的吗 那我怎么感觉 一直是柳如燕一个人 挑起公司打梁的 其他男人都死了吗 好 你你 柳如燕你们等着 你们等着 你们等着 叔 你看到了吗 那个柳如燕 越来越不像话了 总有一天 我要让那个柳如燕 和叶峰给我下跪求饶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有你在正好 我以后再也不怕被欺负了 这个柳燕会从国外回来 肯定没好事 没事 有我在 一定会没事的 一峰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 丰字集团的老板的 你能骗过清妃 你可骗不了我 我 我承认 我的身份的确不一般 但那都是之前的事了 我现在 是想做一个普通人 当初那个人让你找到我 我想肯定也不是小何 他不可能让你 一个人在街上 随便找个人吧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是谁 但是他拿着我妈妈的发簪 说我有危险 让我找到你跟你结婚 我当时 也想摆脱李子豪的纠缠 所以就找到你了 不管怎么样 如烟 在我们的协议结束之前 我一定会帮助你 扫除所有障碍 如烟 不好了 咱们车间的电路 突然就断了 一时班时 也检修不住 是哪里断了 工人们没法工作 咱们有GP订单 没法按时交付 那你有没有给客户 说明情况 看看能不能晚几天 我 我说了 但客户们 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都不愿意给我们时间 这次的损失 加上赔偿 可能 得高达五个亿 这么多 这把公司卖了 也卖不了这么多 这个怎么办 如烟 你先别急 你去查看一下 老爷 你可不能有事啊 没事 管老天我就好了 老爷 要我说 你老了 把公司股份让出来 自己想想轻浮得了 是应该让出来了 云昊 可是你唯一的儿子 不行 你就让给云昊吧 我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过分 回到如烟 如烟 每年给你们娘了一百万的生活费 什么吧 才一百万呢 你打发要饭的呢 六听说 我跟你在一起二十年 你就这样对我 你不要以为 你这些年干的那些 窝撞的事 我都不知道 一次一次的 差点要了如烟的命 那是他自找的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悔改 既然你无情 就别怪武无异 六听说 你今天能够躺在这里 全是败我所赐 在你药里 动了手脚 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老爸 他不是你亲爸 柳灰腾 才能先先付给 妈 你说什么 这不是真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爸 丁浩 只有你亲爸 才会真心的疼你 这个老东西 他的眼里 只有柳如烟 这不是真的 这一天 我等了二十年 我整整忍了你二十年 你为什么要怎么对我 当年 我和灰腾是那么相爱 是你 用了那么卑劣的手段 强心的拆散了我们 如果 我不是为了帮灰腾 得到你的股份 我才不会嫁给你 我要杀了你 乖乖的把这个股权转让书欠了他 我不会让你多宠的 一天 我和灰腾就召开股东大会 你是资源把股份让给云昊的 还有 对外声称我们家老爷子 现在病重 谁都不见 包括柳如烟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做事啊 你放心 我等了二十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柳青叔做梦也没想到 分斗了一辈子 到头来都是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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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云昊他那边怎么样了 他知道你是他亲生父亲 以后啊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明天 我就召开股东大会 柳青叔的 我的 你的 都给云昊 到时候云昊 就是最大的股东 哈哈哈哈 柳如烟 我让他永远滚出原野集团 爸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 我叫田田 要不要陪你啊 都是出来玩的 要不 我今晚陪陪你啊 给我滚开 赶着老娘滚 你给我等着 就是她 她刚刚对我动手动脚的 猫哥 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就是你小子 刚才摸我女朋友 呸 这种贱货 倒贴给我 我都不要 我看 我看你是找死 好啊 你才把我打死 哎呀 我去 还真有不怕死的 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我去 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把我打死 你就不是男人 干吗没 一个娘们都比你男人 一个娘们都比你男人 废 你要是不想哭 老子 你就弄死你 住手 黄芒 你在我地方那我去 问过我没有 我狐狸大人 就是这小子 他不过女朋友 我实在是人不良了 这不是有人间的 你把他打得也够惨的 你下去 把他留给我 毛哥 他刚刚那么羞辱你 你就犯了 还有这女人是谁啊 为什么他让你走 你就走啊 别那么废话 来人 给他带下去休息 我在我 过去 都是骗子 我听酒吧的人说 他喝了一晚上 嘴里一直喊着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 一号 雷号 姐夫 你就是我姐夫 和姐妹和你一起来吗 嗯 那不是我姐 那不是我姐 对了姐夫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 有云号 不是我姐麻生的什么 我说 我不是我爸亲生的 我是我爸我叔叔生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爸亲口跟我说的 我鼓励 你在这里看着他 等到他休息不来为止 我请回去找如烟 是 正遵 刘总 我们也不是为难你 公司的情况 你也知道 公司好不容易有点好转 可你呢 订单出了问题 赔了那么多 你让我们怎么办 这个突发事故 我也没有想到 损失我也是不想发生的 我会想尽办法弥补的 弥补 怎么弥补 这是钱因为你的经营不善 公司差点颇产 现在没有哪家银行 肯贷款给我们了 现在这样 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 公司现在有危机 你们不想办法解决 一个个跑过来责问我 何着就是我有工赚钱了 大家一起分 我有错 就我一个人承担呗 现在这样 公司岌岌可危 已经是事实 公司就快要破产了 这足以证明 你没有能力 担当公司CEO的职位了 对 我赞同 刘如燕 我奉劝你赶紧让闲吧 如果再这样一一孤行下去 我们这些人 都得跟着何西北风 我不做 那你不觉得谁可以来做呢 由你的弟弟刘云昊来做 终于露出真面目 我爸还没让我让位呢 你们就这么着急 你爸已经把30%的股权 转让给柳云昊 宋慧将他手里5%的股权 转让给柳云昊 再加上我和云昊自己的 柳云昊目前拥有公司股权 高达60% 所以 公司的CEO 应该由柳云昊来做 我同意 同意 我不同意 我不相信我爸会把股份给到云昊 我要找他当面问清楚 不用问了 你爸爸现在病重 正在命迷治疗 谁也不见 我爸病重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这个当女儿的 也太不合格了吧 自己爸爸都病成那样了 还不知道 柳云昊 你还是赶紧滚吧 别赖在这里不走 宋慧 你等今天应该等了很久了吧 你们以为把我赶出公司 公司就能起死回生吗 这可不是我的决定 这是股东大会所有人的决定 让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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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走的 在我没见到我爸之前 你们休想 哼 你们看看 就是这么没雨吗 嗯 如烟 你别难过了 咱们 还是等等叶峰吧 等他回来了 跟他商量看看 他肯定会有好主意的 谁找我呀 叶峰 你总算回来了 今天 刘慧腾召开股东大会 说要把卢烟赶出去 在我的意料之中 你怎么知道 我去查过了 车间断电 这一切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什么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宋慧和刘慧腾所为 目的啊 就是让卢烟被赶出公司 他们太可恶了 刘慧腾就要为了一己之力 弃公司的利益于不顾 那些客户应该也是被他们收买 一旦如也被赶入公司 那些客户就会转过来 不求损失 到时候刘慧腾 不仅没有任何损失 他会成为公司的功臣 这 这也太卑鄙了吧 还有 还有什么 不行 这件事还是不要让外人知道的好 没事 总之 我们先要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证据 揭穿刘慧腾的阴谋 刘小姐 听说你们公司刚召开股东大会 要废除你这个总裁 你有什么想说的呀 刘小姐 您觉得这次公司危机 是您能力不足造成的吗 你倒是说句话呀 行了 他不想说 这柳小姐好大的脾气呀 连我们都不想搭理 就是啊 就是啊 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啊 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啊 人家是大小姐 你像我们 我们在你眼里就是乞丐 路上了没有 回去给大家好好看 你们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那这个 是不是也给我路上啊 哎 你都就是要打人了 我就打了 怎么了 一夫 您说吗 这样的不良记者 也是一种迫害 好吧 这如烟 没袖就报告你们打人的事 让你们以后再严惩 没好人偷 对对 报告他 报告他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晚了 我们走 把卡给我 给我 把卡拿过来 快呀 我看你们拿什么曝光 倒是现在 你想想怎么保全你的小命吧 哼哼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要是我以后再看到 任何对如言不利的暴发 你的小命 我可就不敢保证 赶紧滚 走走走 如言 你跑 这可怎么办 也不知道现在爸爸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一定不简单 如言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想不当想 什么事啊 柳一浩 他在我朋友的酒吧喝多了 被打的时候被我朋友发现 无意中 他说出 他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不是你爸爸亲生的 啊 那他是谁生的 是柳一 这个宋慧太过分了 居然这样对我爸爸 我不能做事不管 我要去调查他的真面目 你先别急 现在无凭无据 但是让这个结果也 谁会相信你 现在怀疑 你爸爸 可能遭到什么不测了 一枫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爸爸 你别急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相信 很快就有结果 小姐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这个是你妈妈留给你的股份 她当时没有直接给你 是怕送回那个女人夺去 你的股份 加上你爸爸的股份 今后你就是公司最大的股豆 到时候没人敢气候你 谢谢你 方言 你醒了 谁啊 大家都叫我火狐狸 你到底是谁 我没得罪你啊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但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柳青叔现在在哪 我爸 他不应该在家里吗 你们把他藏起来了 英昊 他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但是对你一直都很好 我希望你看在他养育你 那么多年的份上 给我透露一些线索 我真没藏他 我不知道啊 你走吧 我能走了 再不走 把命留下 我走走走走走 卢燕 这个臭丫头 嘴巴还挺 我看他倔强到什么时候 反正现在股份在我们手里 不怕他倔强 柳青叔呢 他呀 现在不知道在哪个街头等死呢 柳青叔做梦都没想到 最后 会让我们给弄下去 还是你聪明 从国外弄来那种药 让他病情加重 对了 云昊去哪了 云昊 不用管他 他呀 没钱了自然就回来 云昊 你回来了 对呀 我回来了 我听说 你们要把公司所有的股份都给我 是吗 云昊 你是我的儿子 咱们柳家唯一的男丁 肯定要给你啊 好啊 什么时候给我 明天我就召开股东大会 到时候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好吗 好啊 诸位 云昊 云昊 今天也回来了 是各位 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嗯 下面 谁同意柳如烟 离开公司的 举手 哈哈哈哈 柳如烟 全票通过 让你离开公司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 在我退位之前 我想让大家见一个人 进来 叔叔 宋阿姨 你们怎么了 没事 怎么了这是 各位 我当初发现我爸爸的时候 他站在垃圾堆旁 捡垃圾吃 他的脑子已经不清楚 说话也困难 这一切 都是宋慧干的 柳如烟 你别在这血口喷人 你爸爸前几天突然失踪 我们也是找了很久的 你爸爸神志不清 你也是知道的 谁知道是怎么跑出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没事 不承认也没事 这里 是柳云昊和柳辉腾的亲自鉴定书 鉴定结果 他们是父子关系 怎么会呢 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就算云昊是我亲生儿子 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能证明你爹就是我害的吗 我是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是你害的我爸 但是这种行为 不用证据 我想在座的各位 应该也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是你爸爸前几天 亲手签字的股权转让书 白纸黑字的就写在那里 这可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劝你赶紧放手吧 行了 都别吵了 听你们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有公司60%的股份了 没错 云昊 现在你就是这个公司 最大的股东了 好啊 非常好 我宣布 将我的所有股份 都赠给柳如燕 柳如燕依然是公司的CEO 至于宋慧和柳慧腾 该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云昊 你说什么呢 小兔赞子你疯了 大家听听看 跟你拿着 每天在柳秦叔的药里面加一点 我敢保证他 很快就会我装不起了 哈哈哈哈 你可以进来吧 宋慧 柳慧腾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亲手养大的好儿子 你亲手把你妈送进监狱 真是我的好儿子啊你 你个畜生 妈 妈 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你这样的吗 我不需要 你闭嘴 罗燕娜 真不想到这事情 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大家都出乎意料 既然云昊 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你 我看公司总裁还是由你来等等 嗯 好 朝鲜天天的损失 必须要解决 是 王叔叔 好了 散会吧 爸 都是我不好 没有保护好你 妈 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 但是我从小到大 我都把您当成亲身父亲一样去看待 不过您放心 走进往后 就由我来照顾你 算是密布妈妈犯的一些错误 虞昊 你能这么想 我们都很欣慰 来 亲父 对不起啊 这下咱们两次的为难你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希望 你可以原谅我 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事情 过去过去了 叔叔 以后就罢了 要不 我把我别墅卖了吧 姐妹 你清醒一点 你那别墅 只是两千万 还差得多呢 这个怎么办 难道公司真的完了吗 怎么了 这不是还有我在吗 叶峰 叶峰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这次 可是整整高达五个亿 小意思 陆叶 我这张卡里 有二十个亿 之前存了些钱 放在朋友那边 做投资 没想到 赚了这么多 你要是不介意啊 就拿去用 二十个亿 叶峰 你做什么投资 能挣这么多钱啊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投资了朋友的游戏公司而已 没想到 能挣这么多 天呐 没想到 你居然是个隐藏的大佬 如燕 这种老公 给我懒一打吧 如燕 叶峰 我不能用你的钱 我还是回去想办法吧 如燕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拿着吧 叶峰 谢谢你啊 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喂 珍尊 出事了 毕丹不是被绷架了 不是被绷架了 如燕 鲫 我还有事 先出去一趟 去吧 晚上早点回来 我让方怡 做你最爱吃的排骨 好 珍尊 是四铃的人做的 四铃 我查过了 这在国际上 也就是一个小组织 云特特叫赤蛇 他们这次来烟城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身上的自药剂 他们知道 营之所以这么强大 是因为吃了自药剂的效果 所以他们想尽快得到它 一个小组织 也敢对我下手 难道他们不知道 人心不足蛇推向吗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博士 我是怎么知道 我身上有自药剂的 众所周知 皮特博士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人身体的人 掌控了皮特博士 就可以轻易地记到你 这是其一 其二 皮特博士对ZLZ也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之外 他或许是唯一了解ZLZ配方的人 那你查到了吗 他现在被绑在哪里 在江北的一个流石经历 既然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 我杀他的片脚不留 记住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救出博士 是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不说是吧 我让你吃硬的 你让我说什么 你他妈跟我装傻是吧 把ZLZ配方给我 还有 叶峰的弱脸 你 DLC的配方我不知道 李二 叶峰是一个 没有什么弱脸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你们 是 上海木到达的 老东西 你看看这是什么 初故 我没想到他还认识这个玩意儿 这东西 这东西 这动物是最喜欢继续在人的时候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把活人气成干尸 说 我 你让我说的我都说了 张嘴 老东西 你怎么不驱使 老东西 你这又是何苦呢 大哥 这个老头牙瓜很紧 恐怕很难 在他嘴里上的头破口 我压根就没打扫 从他身上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就算皮特这老小的 知道什么ZLZ的秘密 对我们来说也是毫无用处 我们只有得到叶峰身上的顽角配方 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ZLZ 这个叶峰可不好对付 兼飞昔比 这个叶峰之所以到燕城 就是因为元气大伤 要伤疤 那不防怎么样了 不防好了 不出半天 叶峰一定会闯来 我自明一定会成为强者 哈哈哈哈 黑特博士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只要老老实实地交代 就不用受这份苦了 叶峰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哈哈哈哈 我还怕他不来呢 你 你什么意思 实话告诉你 我虽然抓了你 但是我从来就没打算 从你的身上都弄 ZLZ的片方 我一直都知道 片方一直在叶峰身上 你 你绑架我 由我来威胁叶峰 你猜对了 因为我知道 你是帮助他研究身体的脖势 只要你死了 他的药就断了 嘿嘿嘿嘿 这样 他的实力就永远不可能恢复了 哈哈哈哈 叶峰 你是招惹不起的 就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哈哈哈哈 赶紧把博士给我放了 否则我让你们好看 你说放就放 说 王熙在哪 杀了我也不会说的 让你死 可太便宜你了 这只化石碗 能在几秒内 把人化成一滩血水 你要是不说 我就让你吃了他 我说说 他他他他他他在里面 尊敬的战尊大人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来晚一点 就见不到博士了 你把博士怎么了 他被我下了谷 再等一会儿 估计会把他吸干 不想他死的话 就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 把你身上的ZLC成品给我 第二 把ZLC的配方也给我 我没有 看来这老小子的命 在你心里 你值不了几个钱吗 叶峰 听我说 千万别上当 我没事的 闭嘴 闭嘴 混蛋 我一定杀了你 好啊 来 杀我呀 我死了 我还要博士陪葬呢 给 你把它注射到身体里面 我就把古的解药 给你的博士 这座 听说 ZLC就在你的胸口 我只要割开你的胸口 我就能够得到它 你别动 你要是动的话 我保证他俩都没命 陈尊 老实点 你 你怎么可能 谢谢你 让我再次退变 你的药非常好用 来 谢谢你 不是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来 博焰 叶峰 你怎么才回来 吓死我了 我没事 我这不是 好好地回来了吗 走吧 吃饭去 陈尊 三个月的期限 已经过了 你的麻烦 我也都帮你解决了 我这才来 是向你告别的 能不能别走 我也想留下来 但是我留下来的话 你会有麻烦 我不怕 什么麻烦 我都不怕 我是一个微信 你跟我在一起 会受到危险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我很开心 这样吧 等我解决完所有的麻烦 我就回来找你好不好 求你了别离开我 我希望叶峰能够平平安的回来 如果他能回来 让我少活十年 我也愿意 少活一天都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